前两天国产版的宝马X5正式上市 虽然60.5到77.5万的售价没有预想当中那么便宜 可是它无论是跟自己的进口版本比 还是跟奔驰奥迪的同级车来比 它的价格还是有一定的优势 可奔驰和奥迪自然不会坐视宝马这波操作 于是上汽奥迪Q6的疑似售价被曝光 新车有望55万左右起售 这和此前宝马X5传言的价格是一样的 Q6应该是一款中国的特供车型 据悉这台车的设计灵感来源于中国的瑞瘦麒麟 不过说实话我真没看出来它跟麒麟有什么关系 而且它和奥迪其他的SUV也不是很像 反倒是有一些大众ID系列的风格 至少从申报图看不出它的颜值有多高 但作为一款面向中国的车 它必须得尺寸大 5099毫米的长度 2014毫米的宽度 轴距也达到了2980毫米 尺寸比奥迪Q7还要大 当然也比国产的宝马X5大 所以它对标的就是国产宝马X5 奥迪Q6用的是第四代的EA888 2.0T的动力 发动机都是原装进口 功率265马力扭矩400牛米 甚至可能会有6缸的发动机 如果奥迪Q6的实车质感比申报图比较高 55万左右的起售价格也能够被确定 那么这台超过5米的大SUV 在和奔驰宝马的竞争中 还是会有一定的优势